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博文强记 而且呢他还有一个特点 就是他不喜欢张扬 他不喜欢炫耀 不像现代有一些人 有那么一点才能 就像大家说 哎呀我最强 我最棒 巴不得全世界的人都知道他很厉害 这庞统不一样 庞统遇到自己不认识的人 或者是聊不来的人 绝对不会信口开河 也不急着去表露自己的才华 到后来 庞统受到了刘备的重用 也在历史上留下了一个非常有名的外号 相信大家应该都很熟悉吧 没错 就是凤厨 有一回啊 庞统到了东吴去 因为这个东吴的大将军周瑜过世了 庞统就到东吴去调宴 其实在东吴的官员里面 有很多人都是庞统的老朋友 其中有三位跟庞统的关系最好 一位叫做陆基 一位叫做顾少 一位叫做权宗 这三个人一见到庞统啊 开心得不得了啊 马上走上前去聊天 叙旧 老朋友嘛 见面了一定会多讲几句 陆基讲到一半 他就说 哎 庞兄嘛 我一直有一个问题想要请教你 你呢 也不用太拘谨 对不对 我们都是自己人 我想知道啊 你这么有才能 对于我 还有顾少 顾大哥 还有权宗 我们三个人的看法是什么 庞统一听就笑了 哎呀 这还真不好回答 陆基陆大哥 您就像是一匹千里马 可以日行千里 而顾少 顾兄 你就是一头牛 牛走得比较慢 但是他非常的有毅力 可以走得比较远 那权宗 权大哥呢 你的智慧可能比不上他们二位 但是 你对于治国安邦 非常有自己的引号 这三个人听了以后啊 都十分的满意 后来陆基在私底下又遇到了庞统 他说 庞兄啊 上次你当着大家的面 说我像马 说顾兄呢 像是牛 那你的言下之意是不是 我的才能 比顾兄高了那么一点呢 庞统听就说 哎呀 我也不完全是这个意思 哦 那你是什么意思啊 我的意思是说呀 马 他虽然跑得快 可以日行千里 但是你想一下 这马 是不是背不了太多人 一次最多就背两位 这牛就不一样了 你别瞧不起牛啊 牛虽然走得慢 一天最多三十里 但是呢 他非常的有毅力 背的东西可以很重 也就是说 他可以负重而至远 负重至远 什么意思啊 这意思就是说呀 他可以背着很重的东西 到达遥远的目的地 哦 陆基这才明白 庞统的言下之意 而负重至远这条成语 就这么流传下来了 字面上的意思 指的是可以背着很重的东西 到达遥远的地方 拿来指人 可以肩负重任 好了 今天的大话成语 就到此 结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